麥美娟,前工聯會副會長 曾任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 現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 政府在兩年前推出青年發展藍圖 願景是甚麼呢? 是否有在拉近與年輕人的關係? 作為民青局局長 他認為最大的挑戰和收穫又是甚麼呢? 歡迎收看行全錦然 我們今天請到的嘉賓 投身社會事務幾十年 對香港的民情非常了解 最近她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挑戰任務 就是青年事務 她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長麥美娟 Alice 歡迎 歡迎 有很多前輩 真是很開心 今天和你聊天 真是心情 你看一下 阿春哥多開心 懂了 算了 多久不說了 今屆政府特別重視青年事務 規劃了一個青年的藍圖 藍圖裏面首先為青年制定一個 我們叫做儀表板 各個方面去探索現在青年的狀況 可以為我們現在一代青年人把把脈 這個把脈 你的觀察是怎樣 我們的年輕人有甚麼特性 你能看得出來 我們今屆政府 剛才春哥說 我們是很重視青年的工作 你看到我的局的名字也是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我二年七月上任 我們在十二月已經推出了 我們第一個青年發展藍圖 這個就是勾劃了政府 在我們各個方面的 關於青年工作的措施 最重要就是我們定了 我們工作的願景和方向 我們想培養我們的年輕一代 成為愛國愛港 又有國際視野的 有正向思維的新一代 因為我們香港的青年其實很優秀 其實我很相信 我們只要有一個平台 有一個機會給青年人 他們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 和達到自己的理想 剛才你提到的儀表板 就是我們在青年發展藍圖裏面的 其中一個措施 我們就整合了不同方面的一些青年的數據 包括在做法方面 就業方面 或者是讀書方面 就了解一下青年的趨勢 這些數據其實以往都有 不過就散落了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把它整合了之後 其實就是希望令到每一個 無論是政府部門也好 或者在外面的一些機構 社會裡面的機構也好 大家在做制定一些青年 即制定一些措施的時候 有一個青年人的角度 其實基本上藍圖 我們看到那個規劃其實是很闊 從人生規劃到認識國家 經過了兩年的工作 你怎樣去看那個成效呢 其實我是挺開心的 因為剛才我剛才說 我們在七月上任 十二月就要做這個藍圖 當時我們就覺得 第一件事不是我們自己 坐在寫舟上開會想我寫什麼 我們是應該要聽年輕人想要什麼 所以當時我們做了一百七十場的諮詢會 我們發現跟年輕人溝通 當時不是那麼容易的 譬如我想請一些中學生來跟他們聊天 都是要是校長叫 或者是老師叫 叫自己主動報名 不會主動報名 不會主動報名 很少 去到之後 那個諮詢會可能兩個小時 頭那個小時 是不斷暖暖的 他們就不出聲的 要很久才可以暖暖到 他發覺原來你不是找我來做報警版 不是找我來做戲 你真的問我 那才肯說 那個經歷到現在 我們舉辦了很多不同的青年活動 譬如我們現在做了一個年輕人網絡 年輕人網絡就是由我們文青局自己做的一個組織 我們將曾經參加過我們這些活動的青年人一起組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現在有萬幾個青年朋友一起參加了 我們定期舉辦一些活動 我們看到那個反應就很快 大家馬上報名 我們的青年發展男題有幾點的 就是啟發扶持和擁抱 我不是要告訴他們 你應該直走 這條路就適合你的了 我們希望讓他們試不同的路 試完出來之後大家互相 朋友之間 青年朋友之間交換經驗 然後我們扶持他們 陪他們一起走他們那條路 我們為何會有一個年輕人網絡的目的 就是希望將我們這些 做了參加了我們活動的青年朋友 我們不想說參加完就拜拜 我們希望可以保持一個長期持續的關係 亦都透過他們 將他們一些參加活動的經驗 或者是他們各方面的經驗 可以分享給他們身邊的朋友 以你的評估 譬如經過了社會事件幾年之後 你們的工作做了差不多兩年 年輕人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以前的感覺就比較疏離 現在你覺得是否會拉近了 還是怎樣 起碼在我們現在接觸的青年朋友裡 我們覺得大家快熟落了 即是去到一個地方就會很快熟落 見到一些同學 譬如我最近去了一個活動 我跟他們聊天 表演完之後我就跟他們聊天 然後他就說 你是不是上次去過那個 那是我來的 因為我們大家常常去一個活動 那個活動是有鎚魚的 然後我說我去完活動之後 病了兩個禮拜 突然長遠 他說我都病了 不過我病了一天 那是不同的 因為你是中央 年輕的 現在那個關係變好了 以前我想我剛剛 尤其剛剛上任的時候 大家沒有了一種容易熟落聊天的關係 那我很希望這個是我們 在我們不斷工作 我們的團隊其實都很努力 我們在過去這一年 是不斷入學校 現在我們去了百多間中學 也都有去大專 那就去和那些同學主動接觸 因為我們 你知道我們連擺街站都做了 那時候因為要推廣我們 有千年發展藍徒 我們又覺得 一定要直接去見到 讓市民見到 讓我們有千年人見到 這些東西不是悶的 其實他們不是說很抗拒去接觸 不過呢 就覺得第一 是很悶的東西 一提政府可能會很老套 然後就覺得不關我事 做了對我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透過我們不斷的見面 直接的溝通 又有他們的貧輩 大家一起分享的經驗 我想大家的了解是多了的 嗯 我留意到你們很多項目 對象都是就學的學生 中學好大學好 都是你們接觸的對象 而裏面很多著重就是 或者以前比較少做的 就是一個外國教育 認識國家各方面 這樣 那我有時在想 咦? 學校裏面帶領他們就是那些老師 但他們老師成長那一代 又不一樣 他們的教育 是不談政治的 而且對國家的觀念 當時那一代 也都是比較弱一些的 如果由這一批老師 帶我們下一代那個年青人 對這方面的認識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呢? 嗯 我想為什麼我們需要舉辦不同的活動 嗯 我們有時辦很多活動呢 我想不單是可以啟發到同學 亦都是可以令到和同學一起參加的老師 可能都對他們是一種的經驗 嗯 還有在我們這陣子 就是我們一直這樣做的工作 我發覺在在學的同學 其實他們對於國家的認識 其實不低的 我早兩天就和一些中學生一起去看 我們那個國安展覽 然後咦? 為什麼這些同學這麼快地回答那些問題 然後我就說 你們是不是參加過那些比賽呢? 的確原來是這樣的 我想這也是一些很好的工作 就是大家在這幾年兩年裏面 我們就發現其實 香港那個 我們同學那個對於國家的認識 其實都不少 不過總說我們的工作 也都不只是在學的青年 我們希望是令到不同年紀 不同背景的青年朋友 都可以受惠於我們的政策 今屆政府特別重視就是青年宿舍 以往其實這個是最早的 第一次提出青年宿舍這個名字 就是2011年 但其實在我上任的時候 2022年的7月 當時由政府去資助興建的青年宿舍 那屬位是你猜幾個? 2011到2022只有80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去到今天我們有時候差不多三千個 那時候的青年現在是中年 我們已經由80個去到三千個 因為中間我們又推出了一個新的計劃 就是資助一些非政府機構 他們可以租一些酒店去轉做青年宿舍 所以有一些新的青年宿舍又興建落成了 正如剛才我說的 我們不想我們的計劃就是單項地計劃 即是你住青年宿舍 就住五年之後又拜拜 是 我們就希望我們青年宿舍的宿身 可以用這五年時間裝備自己 所以我們就要求那個營運 青年宿舍的非政府機構 他要協助一些宿舍 每一個宿舍每年都要參加 二百個小時的一些義工服務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樣 他們可以開闊顏界 還有我們也跟了投資者教中心 一起合作 就做一個理財的輔導班 就給我們青年宿舍的宿舍 因為我們不是說你住完那五年 省了一些租金 就用來存錢 就五年之後想你買樓 不是這樣 而是因為在我們那個 住青年宿舍的宿舍 很多都是剛剛畢業出來 不知怎樣理財 怎樣規劃自己的財務 又有些是創業 創業就更加需要有人教 他們怎樣看著一盤獎 所以我們就跟了投資者教中心 一起合辦這些計劃 但Alice 現在看回那個藍圖 那個儀表板 即是看到那個識分的年齡 就是25到39歲 但現在其實看到有六成 還是單身 會不會也反映了新一代的年青人 其實對前景是沒有什麼信心的呢 我又覺得這個未必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回其他的城市 其實都是趨勢來的 遲婚的 遲婚 遲婚 或者不避婚 或者養隻貓 或者養隻狗 有時候是這樣的 遲婚之後可能不避婚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又覺得社會不好 特別將這個變成好像一個問題 其實青年人都很大壓力 其實這也是一個他們自己在生活上的選擇 不是說我因為選了這個方向 我就有什麼原因 其實你問為什麼 解釋不了給你聽的 是嗎 你問這次 你問這次 對 你還不拍拖 為什麼你還不結婚 我想他解釋不了給你聽 我們就在這裡演影 他當然就是因為害怕 害怕 養妻活兒 可能我們想出來 他們可能沒有這樣的想法 當然也可能有些在計劃的時候 的確是有困難的 他們在計劃的時候 好不要做這個行動 好不要去考慮是否要結婚 可能他們也有不同的考慮 所以我覺得有人會有這些考慮 但也有一些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機會 在自己的生活中未必遇到 所以有不同的原因 所以千萬不要當作是一個問題 我反而覺得大家一起來了解 我們在這個社會上 怎樣可以令到大家 主要是在這個社會上 他用什麼生活方式 他也是生活得很開心的 大家都是很開心地去追求自己 我們也留意到一個觀察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當然也包括了大學生 大學生 你知不知道畢業之後 又不做事 又不繼續升學 反而選擇躺平一段時間 那會不會在整個社會 或者政府應該是 給他們多些在這方面 鼓勵一下 你積極一點 進取一點 畢業之後 快點找一份工作 不要躺平 你怎麼看呢 這個我也覺得 的確可能我們的青年裡 大家都有不同的選擇 他可能真的有些會想 我讀了那麼多年書 讓我休息一下就可以 可能他有這樣的想法 但有些是躺平了很久 有些呢